现在来到这个舞台 我只要选择一位最强的人 所以我要挑战的是 说完这句话的汪苏龙还并不知晓 他将会为此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没想过他会参加比赛 历届最强好声音冠军再次上音宗 仍是黑马 本届他的对手有名日之子最强 场排毛不易 说唱见领军人物热狗 等其他八位创作人 比赛的规则也很简单 那就是只能用原创来进行EV1 battle 不能进行任何的翻唱和改编 而这恰好是梁博来参加这档节目的原因之一 可就在首轮DEMO小样互听的环节 说唱见领军人物热狗就认定了 梁博是除了毛不易之外 第二个淘汰的人员 所以在接下来这八位歌手在户头的环节 也只有曾一颗艺人把第一名投给了梁博 而其他人都将第一名投给了狗哥 虽然开局就惨在滑铁路的梁博 但梁博的内心却没有一丝的动摇 因为接下来梁博的这首表态 彻底打响了他成名路上的第一炮 季梁博在上场前被热狗痛批歌曲没有记忆点后 他和汪苏龙的较量才正式开始 起初梁博在准备登台敬演之前 台下的嘉宾都在好奇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因为从王源到热狗再到汪苏龙 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想到 梁博会带自己的乐队上台 梁博的这一番操作 无疑是给了所有人一颗重磅炸弹 不过此时的汪苏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甚至还在后台感到了一丝庆幸 因为在汪苏龙看来 自己并不会败给梁博 毕竟汪苏龙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歌 是他硬编了十年的风神之作 但就在汪苏龙听完梁博的介绍后 他后悔了 其他歌手在赛前不是大方决词 就是独定自己一定可以拿下冠军 反而梁博这里却没有一丝的骄傲和傲气 梁博在唱完表态后 热歌对他的态度彻底变了 要知道在当初所有歌手在试听demo小样时 热歌在听完梁博试唱后的第一反应可是 从毛不易到汪苏龙所给出的表情来看 表态这首歌真的是让他们明白了 那年中国好声音冠军的韩金亮 而在梁博演唱的过程中 坐在台下的热狗听的是一两的满足 因为梁博不仅一次展现了首秀两把乐器的技能 更是差点把汪苏龙给吓退这档节目 可就在梁博演唱临近结尾时 他却拿起了吉他进行了一段唱达三分钟的solo 梁博的这番操作彻底引起了其他歌手的不满 或许对于其他歌手来说 一首歌的有效时长只有三分钟 但对于梁博来说 如果自己一味去迎合别人的眼光 那么自己将会一直停滞不前 我为什么不信你了 现在我只希望 总总来的更痛快 算正不能够从来